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元朝之后 这个像猎鹰般的民族逐渐销声匿迹 专家考证 达沃尔民族的祖先就来自启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蒙古巴林左旗是契丹黄都上京城和耶律世家族的发祥地 有着丰富的辽代遗存 从1990年开始 自小喜爱文学 出生工作在这里的刘喜民 就对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萌生了写作《契丹大辽王朝》的想法 刘喜民清楚地记得 二十年前查阅史料时 辽史上的一段文字使他感到震惊 辽史记载啊 公元九二六年 辽太祖耶律阿伯的病逝 因天皇后 与上京一劫次砍掉右手 为自己的丈夫陪葬 我当时看到这条史料之后 感到非常惊喜 因天皇后就是耶律阿宝基的夫人 树律平 那么 是什么原因 让这位显赫一时的契丹开国皇后 要断掉自己的手腕 为丈夫陪葬呢 带着探索的目光 刘喜民走进了风起云涌的两国历史 刘喜民认为 事情还要从公元九百二十六年说起 这年七月 从渤海国班师途中 辽太祖耶律阿宝基突然冰死在了 位于今天吉林农安的浮渝城 阿宝基去世的第二天 树律平就把契丹王朝的权柄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 树律平是回湖人的后代 十四岁时嫁给了二十岁的耶律阿宝基 而他的母亲则是阿宝基的姑姑 这样说来 树律平和阿宝基是姑表兄妹 亲上嫁亲 从此 阿宝基有了贤内助 树律平不但为丈夫出谋划策 还跟随丈夫东征西讨 建功立业 成为契丹的女英雄 并拥有私人武装 属山君 关于蜀山君的数量 有些史籍记载不太一样 其他国志的记载 他这只蜀山君是两万人 但是 流史记载 蜀山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我个人认为 应该说是树律平的这只蜀山君的 应该在两万左右比较合乎当时的这个实际 公元913年3月 为了争夺权力 阿宝基的弟弟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 树律平指挥自己的蜀山君同叛军英勇作战 夺回了象征克汗地位的旗鼓和祖先的神仗 保住了阿宝基部落联盟领袖地位 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展现自己的军事才能 三年以后 封部在蒙古东部黑龙江北岸的石伟的两个部落 称阿宝基西征党项的机会 袭击 替丹 在危难时刻 又是留守大本营的苏律平 打败了来放子敌 转为为安 书律平的才能不仅仅表现在军事上 他还独具慧眼 善于发现人才 汉人韩岩辉是作为幽州军阀的使者来到契丹的 见阿宝基时没有行跪拜礼 阿宝基一怒之下 把韩岩辉扣留下来 罚他去放马 书律平却发现 韩岩辉是难得的治国人才 就向丈夫说 此人守洁不屈 是个闲人 应该以礼相待才是啊 阿宝基 照韩岩辉前来相见 谈得非常投机 于是便让他做了自己的智团 韩岩辉为契丹建立了不朽的工业 辽使对他这样评价 太祖初年 树氏草创 樊迎都义 建宫殿 正君臣 定名分 法度紧紧 言辉之立也 同时 树律平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在探山汉城 用计谋杀死契丹七个部落的酋长 就是他给阿宝基出的主意 有人说 像树律平这样强势的女人 只有雄才大略的阿宝基才能震得住 一旦阿宝基去世 就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了 但是 自耶律阿宝基去世后 这个总懒弃丹军政大权 果断干练的女人 却皱起了眉头 是什么事让他心烦呢 当时 特在眉睫的问题 是为七当族 为七当国选一个好皇帝 在这个问题上 树律平有些举妻不定 树律平和阿宝基共有三个儿子 长子耶律贝 深受中原文化熏陶 推崇儒家文化 曾经向父亲建议 立孔庙并暗时祭祀 得到阿宝基的赞同和赏赞之 耶律贝才华横溢 对汉学十分精熟 阴阳 阴律 针灸 医药无所不通 能用契丹文字和汉字写出漂亮的文章 同时 耶律贝还是一位扑付盛名的丹青高手 以擅长画马而名众意识 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宋朝宫廷的珍藏 传说 这幅翻其图为耶律贝创作 画面中 这个神情忧郁 闷闷不乐的人就是他自己 启丹建国后 阿宝基策立耶律贝为皇太子 封仁皇王 这说明阿宝基是想让他的长子 耶律贝继承皇位的 这符合中原汪朝 帝长子继承制的传统 阿宝基的次子为耶律德光 德光精于骑射 能征善战 二十岁就担任了契丹的天下兵马大元帅 在阿宝基的三个儿子中 最不争气的是幼子耶律李狐 李狐没有文韬武略 更没有为辽国建立过任何功勋 性格残暴 只有一身蛮劲儿的耶律李狐 一不高兴就往人的脸上乱刺 或者把人投入火中烧死 刘喜明从史书中发现 耶律阿宝基在世的时候 曾经对三个儿子进行过测试 有今年冬天 阿宝基从长三岸儿子一起去尸材 四子耶律德光 不管干的尸材 很快就尸回来一块 第一个回来 长子耶律贝 专门挑选干的铁货 捆拿整齐之后第二个回来 三子耶律李狐 一边试一边就回来 两手空空 阿宝基对妻子说 依我看 大儿子追求完美 二儿子目标明确 都是能认大事的人 而小儿子难有成就啊 可是 树立平却偏偏偏溺爱幼子李狐 尽管偏爱小儿子 但是在公元九百二十六年里 树立平之道还轮不到李狐登基 皇帝只能在长子与四子之间选择 平心而论 树立平不喜欢大儿子 原言是耶律贝对儒家学术中原文化十分热衷和推崇 他认为 一旦耶律贝登上皇位 就会用儒家文化 把勇猛强悍的契丹人 改造成只会阴师作画的书生 后果实在堪忧 让树立平感到欣慰的是 与耶律贝相比 四子耶律德光武略出众 而更合他口味的 还有二儿子的婚姻 因为德光娶的是自己的亲侄女 在长子和次子之间 他把天平倒向了后者 但是此时契丹建国 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 皇权世袭制 基本上被国人理解和接受 要撤换丈夫指定的接班人耶律贝 一定会遇到阻力 树立平该怎么办呢 为了打倒 把次子扶上皇位的目的 他经过一番思索 想到了一个请进入风的办法 来铲除反对 一出打击的反对派 刘喜民从契丹国之中 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阿宝基死后不久 树立平就把权高位重的大臣们 召集了起来 进行过一场对话 树立平问 你们思念先帝吗 大臣回答 受先帝之恩 岂能不思 没想到树立平突然抛出这样的话 既然思念 就去陪先帝一把 一百多名跟随阿宝基出生入死的文武重臣 先后被拉去殉葬 我们可以这样说 任何人在这种时候 都会做出如此回答 只是所有的大臣们都没有调到 在奔达的背后 居然隐藏着阴谋 只是事到如今 大臣们返回已经来不及了 契丹 一个曾经驰骋成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唐代末年 建立起了辉煌一时的大辽帝国 元朝之后 这个像猎鹰般的民族逐渐销声匿迹 专家考证 达沃尔民族的祖先 就来自契丹 历史学家蔡美彪认为 以耶律德光当时的地位 树立平不用诛杀大臣 就能把他送上皇位 这辽泰宗呢 这个耶律德光呢 他在阿宝基在位的时期 他就是君士统帅 我从选国篇文章讲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 聊着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含义 这是皇位继承人的意思 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统帅意思 树立平的滥杀行为 使那些归附契丹的汉族官员感到朝不保夕 在很短的时间内 许多汉人逃离了草原 然而杀得兴起的树立平没有料到 有一位在幽州战役中投诚的汉族官员赵斯温 让他碰了一颗软冰子 这一天 当树立平要赵斯温去陪先帝时 赵斯温不慌不忙地说 先帝亲近之人莫过于太后 太后为何不以身殉葬 我等臣子前去侍奉 哪能如先帝之意 树立平顿时哑口无言 但他很快就找出了理由回答说 儿女又若国家无主 我暂时不能去 说完 他突然抽出钢刀 毫不犹豫地将右手腕砍下 代替自己去陪葬 实际上这一年 太子爷的辈已经28岁了 次子爷的格光也已经24岁 三子爷已经十四五了 根本不存在儿女牛肉的问题 树立平这样说 他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借口而已 北京大学教授刘浦江认为 树立平砍下右手为丈夫殉葬 实际上是人殉的一种替代形式 这个在人类学上被称为这个格体葬仪 也就是格体人体的这个一部分 来代替这个寻葬的这样一种做法 格体葬仪在中外各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 广泛存在 实际上它是在举行葬礼时候 送葬者的一种自禅的行为 树立平真的砍掉了自己的右手腕吗 刘浦江对此是怀疑太多 这个断碗实际上很可能是断子的夸张 或者恶传 因为在中外历史文献中 这个格体葬仪从来没有断碗的例子 都是断子 但是呢 这个不管怎么说 这个传说 我觉得这个传说 这个故事本身不是只需未有的无稽之探 树立平自断手腕 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 从此 黄金国戚满朝文武 对他唯命是从 改立皇储的条件成熟了 连皇太子耶律贝也成皇成孔的向母后请命 大元帅耶律德光勋望 移成大统 中原927年在举行的传统的柴特仪之后 25岁的伊律德光集气丹地位 视为辽太宗 树立平也成了应天皇太后 刘喜明从史料中了解到 当了皇帝的耶律德光 对母亲的断腕举动十分敬佩和感激 他在疗尚经城里 专门为母亲建造了断腕楼 还立碑纪念这件事情 可是树立平并没有因为长子主动让位 就善罢甘休 耶律贝是东丹国国王 不久他就下旨 将东丹国国都牵制靠近契丹的疗养室 以便于看管耶律贝 东丹国原来是契丹国的一个特别行动区域 就有相对的行动和卫教权利 那个签到辽养之后 实际上就将为一个齐丹国的 实际上就将为齐丹国的一个地方建制了 耶律贝的东丹国王 实际上也就是名称失望了 接着树立平又强迫东丹国的百姓 迁移到别处定居 专家考证 辽宁省伊乌驴山里 这些面带怒容的石刻像 就是当时东丹国移民的作品 失去了权力 厌倦了政治的耶律贝 开始寄情山水 他每天在伊乌驴山 读书作画 填词唱曲 然而 树立平和伊律贝 没有为此放松警惕 德光一连两次 亲离伊律贝的府邸 了解情况 还派人充当卧底 监视伊律贝的一举一动 面对咄咄逼人的行事 伊律贝实在难以忍受 公元九百三十年十一月 他决定投奔后堂 临行前 伊律贝 无奈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小山压大山 大山全无力 修建故乡人 从此投外国 这个伊律贝的命运 实在是不怎么的 实在太差了 那么他投靠后堂才六年 这后堂就灭亡了 当时他是三十八岁 他也被别人杀掉了 那么造成伊律贝 这样悲惨的命运呢 应该说是 树立平一手造成的 伊律贝出走 使伊律德光的皇位 得到了巩固 一心想成为中原帝王的他 开始考虑向中原用兵 并与母亲产生了分歧 伊律贝 书立平是草原本位主义者 重视牧业而牵食农业 所以对问炳中原一向不太热心 他苦口婆心地告诫德光 你就是得了汉地 也不能久留 万一有什么意外 后悔就来不及了 但是德光 但是德光并没有把母亲的话 放在心上 公元936年 耶律德光终于等到了 燃止中原的契机 后堂节度使石敬堂 以割让幽云十六周等为条件 换得契丹除兵 帮他当上了后晋的皇帝 幽云十六周也称燕云十六周 大致是今天北京 天津和河北北部 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 幽云十六周割让后 使辽国的疆域 扩展到长城沿线 中原以步兵为主 而幽云民族以骑兵为主 石敬堂的这一举动 使得中原的士兵 要在千里平原上 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 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 辽国增加了幽云十六周 其军事意义自不代言 作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影响更是深远 学者们认为 假如没有幽云十六周 契丹冲击量 只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有了幽云十六周 辽国增加了具有封建传统的部分 正是如此 辽国的南北面观制度 得到进一步完善 契丹与汉民族的融合 也进一步加快 辽史记载 公元九百三十八年 耶律德光在辽上京 接受石敬堂的使者 奉上的幽云十六周图辑 但好景不长 公元九四二年的六月 契丹辅着他 而皇帝石敬堂就死去了 他的侄子石成贵 继承后进皇位 对于契丹支撑村不撑成 耶律德光大为恼怒 决定新兵南下 九百四十七年正月 契丹大军占领了后进都城开封 开封龙亭 曾经是五代时期 后梁 后晋 后汉 后州 和北宋皇宫的所在地 进到龙亭的耶律德光 把母亲的主妇抛到九霄营来 他得意洋洋地 戴上了汉族皇帝的冠冕 准备长期统治中原 不过很快他就尝到了苦头 契丹的军队以骑兵为主 后勤补给一直都沿用 打草谷的办法 所谓打草谷 就是纵容士兵抢掠 自行解决疾痒 那么战了开封以后呢 更放肆了 就把整个中原地区啊 这个人民啊就激怒了 所以在这种反抗的浪潮中呢 耶律德光坚持不下去了 那么他只好退回他的草原 他还找着一个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什么借口啊 说他想他自己的母亲了 可是还没有见到母亲 耶律德光就病死在返回草原的路途中 耶律德光死了 军中的契丹权贵和将军们却惊恐万分 他们担心树立平很可能要重演当年阿宝基死后 大肆杀戮大臣的那一幕 于是他们决定令则新主以求生路 人们不约而同的想到了永康王耶律卵 耶律卵是耶律辈的长子 因为父亲的遭遇对祖母耿耿于怀 此时他恰好就在队伍里 可以说在军中这些其他人的权贵们 把对耶律卵的同情和对舒立平的愤恨 以及对自己的安全 全部系在耶律远的身上了 公元947年4月 耶律德光病死的第二天 在军中权贵和将军们的拥戴下 耶律卵即位 成为辽国第三位皇帝辽世宗 随后耶律卵统帅契丹大军 继续朝草原进霸 一心想让李胡当皇帝的舒立平 听到耶律卵即位的消息怒不可遏 他一面把随军权贵们的家眷抓起来当人质 一面派李胡率兵讨逆 很快就传来了让舒立平沮丧的消息 李胡带领的部队被耶律卵的精兵强将打得溃不成军 段万太后决定亲自上阵去和孙子拼命 眼看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一个名叫耶律乌治的大臣主动走了出来 这个耶律卵当什么官呢 就是当替隐 这个替隐的指责就是管皇族的政教 以及调解皇族内部关系这么一个指责 那么他在齐单人当中呢 是很有威胁 是个顶尖的人物 那么舒立平呢 对他也很信任 一个曾经驰骋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唐代末年建立起了辉煌一时的大辽帝国 元朝之后 这个像猎鹰般的民族逐渐销声匿迹 专家考证 达沃尔民族的祖先 就来自契丹 耶律乌治向树律平进言 李狐和耶律卵都是太祖和您的子孙 国家权柄并没有落到外人手里 您何必如此固执呢 我愿意代表太后去议和 得到树律平批准后 耶律乌治来到耶律卵的军营 劝说道 一旦开展 难免骨肉相残 就算大王你打胜了 被太后扣押的人质 岂不是先要送命 请大王还是与太后讲和吧 耶律卵左右的人们 这才知道自己的家建 成为树律平的人质 于是不仅都大行实策 送信提议 讲和谈判 几天后 耶律卵与祖母树律平 在谈判庄 往后见面了 一见面 祖孙俩愿言交加 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意思 见此情景 耶律乌治说道 今天你们祖孙二人 能坐在这里 是为了和解 然而现在却互不相让 这能谈得下去吗 得到祖孙俩的认课后 乌治首先向树律平发问 当初耶律卑为太子 太后为什么要改立 耶律德光呢 树律平冷冷地回答 这是太祖的遗址 乌治又转身向 耶律卵问道 大王 你为何在军中擅自成帝 不事先禀报太后 耶律卵怒气冲冲地说 我父亲当初本应继承皇位 却因为祖母而不得力 所以我即位也不愿意禀报 听了祖孙双方的言辞 我只对他们各大的五十大本 他对耶律卵言出的说道 林华王舍自自己的母后和国家 投兵后堂 世上哪有这样做儿子 大王身为王孙 曾经逼迫祖母 见到祖母之后 不但不礼拜训壤 而现在尽说一些抱怨的话 这何不秀道吗 接着 迅速开战 说完将手里的护板扔在地上 拂袖 而去 书立平顿时醒悟 他含着眼泪说道 当初太祖遭诸地之乱 使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 直到今天 创伤仍未平复 气丹 怎么能再发生内乱呢 书立平怀着愧疚的心情 说完这番话 就离开了座位 捡起了耶律乌制 扔下的护板 此时的耶律卵 也动了真感情 他也伸出双手 握住护板 说 当年 我父亲失去国主地位 尚且不曾兴兵征战 如今 我怎么能做 他不肯做的事情呢 一场破在眉睫的内战 顿时烟香 云散 之后 书立平承认了耶律卵 皇位的合法性 罢兵返回辽上京 其实 书立平 并没有真正放弃 让李狐 做皇帝的梦想 不久 他想策划一起政变 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但很快 就被人告发了 得到情报的耶律卵 先下手为强 将祖母 书立平和叔叔 耶律 李狐 囚禁在辽祖林 附近的祖州城 不过 刘喜民分析 并不是树立平 要挖动政变 而是耶律卵 太害怕 这个强势的老祖母了 于是 就给他扣了个 毛反的帽子 抓了起来 公元953年 75岁的段万太后 树立平 在戚风苦雨中 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学者们认为 树立平是契丹 旧奴隶制的代表 因为阻碍了历史发展 最终被吴庭讨历